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首先来看国会逃学榜的课题 国盟议员罗纳建迪认为 议长公布逃课的议员将让他们猛羞 他因此提醒议长不要单方面做出决定 不过议长否认公布逃学榜的目的是为了羞辱议员 议长佐哈里有意公布缺席国会的议员名单 向民众展示议员的逃学榜后 引起国盟议员强烈反弹 不过西盟议员沈志勤力挺这个决定 沈志勤批评一些人选举后获得人民委托 重选为议员但之后却缺席国会 只顾着在社交媒体上成英雄 海外的中的社交媒体上 在社交媒体上看 无论如何 议长佐哈里随后要求沈志勤撤回言论 不该点名缺席国会的议员 KiniTV在过去一段时间 获得观众热烈支持 不少人通过捐款来协助我们 因此我们通过下方的跑马灯 感谢捐款的观众 如果你认同KiniTV和当今大马 欢迎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点击说明栏里的链接 捐款支持我们 这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继续运作下去 在独立媒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此外 许多观众捐款后并没有留下方明 但我们依然表示感谢 因为你们的默默支持 令我们深受鼓舞 西蒙议员雷尔在国会引述媒体报道 说国会反对党领袖 韩沙赞努丁批评议长佐哈里 没有公平对待反对党议员 而且和前任议长阿兹哈相比 阿兹哈的表现比佐哈里更好 雷尔为此询问佐哈里 韩沙在议会厅外发表这些言论是否妥当 而佐哈里这样回应 冲突的课题继续在国会延烧 国盟议员沙西弹早前指责公正党议员潘韦斯支持以色列 结果掀起一场国会骂战 如今沙西弹表示 潘韦斯曾经在以色列籍演员盖尔加朵的一则贴文按赞 而有关贴文显示盖尔加朵力挺以色列 因此沙西弹要求将潘韦斯交给国会特委会处置 沙西弹表示 虽然潘韦斯后来已经取消了按赞 但他有截图证明 潘韦斯曾经点赞了盖尔加朵的贴文 西盟议员邱培栋建议 现任选委会主席阿杜甘尼 明年5月卸任后 由竞选盟前联合主席安美嘉 出任新的学委会主席 因为 sebagai pengurusi itu adalah satu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dalam usaha kita nak reformasi pihan raya negara kita jadi di sini saya cadangkan supaya kerajaan perpaduan boleh mempertimbangkan Dato' Ambiga sebagai pengurusi SPR yang baru yang akan datang apabila pengurusi yang sedia ada besar kita harap supaya kerajaan yang sedia ada boleh mempertimbangkan Dato' Ambiga sebagai di lantik sebagai pengurusi SPR yang baru 前滨州副首长 拉玛沙米 和印度籍传教士 扎基乃克 继续隔空交锋 拉玛沙米 不满扎基 称呼他为 伊斯兰最大敌人 今天 愤儿前往警局报案 同时 发律师信 给对方 拉玛沙米 在律师信中 要求扎基 在14天内 删除短片 和道歉 扎基 是在尼日利亚 授课时 声称拉玛沙米 是伊斯兰最大的敌人 甚至在面子书 上载这次讲课的内容 拉玛沙米批评 扎基的指控 非常严重 而且毫无根据 他要求警方 以刑事诽谤 滥用多媒体等罪 展开调查 盛传 政府提成的 公民权修宪案 引发部分 后座国会议员不满 甚至一些议员 可能不会依循党边的指示投票 对此 首相安华表示 政府必须向后座议员解释 而他已经把公民权修宪案 提成到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政府必须尊重马来统治者的决定 另外 安华透露 他已经下令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总监及秘书长 在国家总基查司报告 提成政府首席秘书前 把相关讨论记录在案 他强调 官员必须重视总基查司的报告 以免东西买贵了 一直发生 西蒙议员哥冰心 再度请求政府成立一个机构 以监督针对反弹会官员的投报 哥冰心强调 这个机构非常重要 但至今不见政府有任何进展 我认为这件事我一直发挡 全部的套用金 都给了 SPRM 没有套用金 特别的套用金 给我们的套用金 的套用金 我所提到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neyTV的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